以前啊,这个地方本来还挺好 后来这个西方一来呢,这个地球就圆了 然后呢,全天下这个女性啊 中国人呢,都开始这个 女性就也不方正了,我就圆 我跟男人一样,我也动,动不动,不平衡了 然后隐胜羊衰了 现在这个激方地平说,地平论 吵得比较热,有一个协会,大概有百万人 也是一个中型的宗教那么大了 其中呢,当然不是一些古代人,更不是原始人 他们都是用现代的科学去反推反正这些东西 比如说不能飞南极洲啊,飞机又不让飞太平洋啊 然后这个,就是说很远的距离 并发现不了这个这个地球的多少米的弧度啊 海市蜃楼啊,然后什么这个天空云彩 有的在这个显示在月亮后头啊,有的在前面 因为它同时出现了很多很多,几百个 他们这个协会有一个专门的呃,百科 就是解释宇宙一切事物的这个,啊 用它的这个观点理论去阐释 其实这个,包括网友引力等等 这些,它只是一个假说,到现在还是 它并不能说完全立正它的东西,啊 而它是一种这个,啊,就是说高度的这个抽象的东西,啊 科学都是这样的,假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小学课本呢,都认为,啊,就学了它就是这样啊 啊,没有这种探索,没有这种那个,啊,反叛的精神,啊 所以说,啊,他们认为这些当中有阴谋论,是吧 有政治原因,啊,就是不让我们去探索这个南极之外的东西 啊,就是很多,大家可以去查看看,地评书,地评论 西方这些思想啊,大概十九世纪才开始有人提出来,啊 啊,然后经过这个有历史的原因,有这个争执原因,啊,就是它落寞又起来 实际上中国那几千年前就知道了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天原地方嘛 然后他说的这个就是盖天书嘛,啊,什么太极都在里面 包括现在那个NASA宇航局,美国唯一的这个,啊,地球是圆的这种照片 它也是合成的,自我,自我承认的,啊,因为它只能拍摄的很有限 用的镜头也可能是圆的,所以说,就是真理到底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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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